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来从CI跳槽到Laveral Polka的专长是网站开发 然后接下来这个议程 他将以自己的经验和常见的需求案例 来跟大家分享在顾客多变的需求下 Code Initor 这个Framwork的架构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扰 以及切换到Laravel以后 更有效率的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谢谢 不好意思 我的简介好像非常非常多英文单字 那个 这边没有听过Laravel的人有多少人 我大概想知道一下 好 那我简单说一下这个Framwork好了 这个Framwork是最近这两三年突然串起来的一个Framwork 那它的特色是轻小 然后最重要的特色是它拉了很多PHP新版5.3或5.4版 所增加来的功能 例如像是Code's 匿名函数 或者是NamSpace等等 那换句话说它在撰写程式上面的话 它就多了很多的弹性 对 那所以它也相对的也少了很多过去的其他Framwork 一些历史的包袱 对 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一场 我先讲一下旁边R0是C9S 对C9S有兴趣的人可以过去没关系 我不会介意的 因为我自己也很想听他讲 对 好 那我们先进到重点 那我的影片简报这是QR Code的 那如果有QR Code的手机可以扫一下 对 那可以在自己电脑上看我的简报答 没关系 OK 好 那简介我 我目前在JustFunds的任职 对 那名义上是小会计 对 那实际上程式的部分是我在处理的 那我熟悉PHP DriveRapture跟WebApplication相关的事情 对 那目前正在努力的冲Golan技能 对 有Golan相关的我们可以私底下好好聊一聊 对 那后PHP就才刚学没几年 对 那还有很多要学的 大家去学 我先说PHP本身大家很多人会有要误解之类的 不管是安全性或是效率或是它因为太普及而衍生出来很多问题 对 那我只能说PHP它真的很好用 换另外的角度来说 PHP有时候经常拿去跟像ROR或是其他去比较 那其实这个比较的基础点 拿一个程式语言去跟一支Frontwall比较 其实本身就有点不太恰当了 那单看一个程式语言的发展跟历史 以PHP的角度来说 它有它创造的目的 就像有人说PHP本身就是个Template Engine 它本身就是针对网页 以网页为出发点去做的 那换个讲法 PHP在每个大版本或是小版本 像PHP5.2 5.3 5.4之间 它们的改变也是非常的大 对 那因为毕竟它也在努力的 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程式语言 而不单纯只是一个样板语言 对 那以目前看起来PHP是做到了 对 那JUSTFORN目前的Service-Site Code 百分之百都是使用PHP 所以PHP其实并没有什么不能用的 然后每个月Service的Request量是几百万次吧 那当然有一部分流量是靠CDN撑 有一部分流量是Service自己Service 那但是PHP我觉得它还是有学习的价值 那我们的Code全部是在一台EC2small上面解决 不要怀疑 里面只有1.7G的人 对 然后我们还用RAM的 对 那个RAM的 刚刚之前有去听R0的人 可能听到RAM的效率很差 对 它的效率真的很差 我也很想把它换掉 对 可是RAM的它有它的好处 然后我们今天不会提到的东西 其实我不会提到Benchmark 换句话说我不会提CI多快 或RAM多节省记忆体之类的 因为这是没一定的理由的 原因是因为选择一个front wall是端看你 在某个环境 在某个情况之下你的选择 换句话说今天我会讲RAM比CI好的地方 当然你也可以一定举得出来哪些情况之下CI比较好 这个我也理所当然的完全认同 所以我们今天不会提到任何跟Benchmark有关的东西 那第二个 Composer 虽然 RAM有一大部分是Composer 所让它可以变得这么的有模组化 尤其是在RAM4的时候 包括现在虽然开发停滞了 不过是开发中的Coinite3 但是因为Composer下一场的小铁它会讲 所以这部分我完全就跳过了 对这部分有兴趣的人可以直接听下一讲 RAM4我会focus在两个部分 一个是如何快速开发一个网站 对 换句话说开发一个网站 开发一个web application 我们平常会需要哪些东西 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平常都是客户要的 或不管这个是内部需求或是外部需求 内部需求指的是可能是你的公司内部的PM 公司内部的其他行销团队 他们需要一个网站 然后他请你们这RT做 或者是外部需求 例如像你去接案子等等 那在LARAV4它有什么样的特性 它有什么好处 让你可以在开发上面 能够快速的适应变动 对 然后再来是会提到 有关一些常见会需要处理的问题 对 那大概是这样子 OK OK 那install LARAV4这部分 基本上就要用到Composer 对 Composer下CreateProject 然后LARAV的套件 然后 后面这个Prefer Dist 主要是说 因为现在LARAV4版 他们有些部分套件还在开发中 那 这个意思是 尽可能选择最新或是最稳定的版本 那后面点是代表迅任目录 OK 那接下来差不多要开始 进主题了 对 那第一个我们会提到有关Form Input 和Redirect 不好意思 这部分我完全没有做在简报里 因为第一个时间不够 第二个做进去也会变得还蛮琐碎的 一个Form 一个Input 以大家经常遇到的状况 是不是会有个表单 那表单大家是不是要接收变数 接收资料 那在接收这个资料的过程中 势必你们会有很多问题需要面对的 第一个 我会需要一个HTML页面 那这个页面中会显示不同的栏位 那这个栏位让使用者可以输资料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状况是 使用者把这资料输进去之后 我们一定会在PFP端去做检查跟验证 OK 这个原则上大部分Frontwork 这两部分是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在这部分 就是当这个资料我们这边处理完 如果成功存进去的话那就算了 因为成功存进去 我们直接Redirect到一个可能是资料显示页面 或者是一个结果页面 其实就OK了 但是如果这个资料有错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通常很常见的做法就是强制转回去 但转回去 那你的资料是不是通通都要叫使用者重新填一次 换句话说 从系统的角度来讲它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从UI或是UX User Experience 使用者经验的角度来说它就变得非常的差 你一个表单可能十个栏位 我现在转回去 我不过就一个栏位甚至填错了 那你现在叫我全部重填 这相信大家也经常遇到同样的状况 对 那换句话说 从另外一边来说 整个Form Input 跟Redirect 这本身是一个连贯的过程 这个连贯过程 我们要怎么去解决它 我相信这是LaRover 它处理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等我一下喔 不好意思 那个 我直接给大家看code 直接看里面写的细节 那个LaRover它在里面的controller 我们直接先进去里面 它有几个比较大的特点 我稍微换另外的方式去解说一下 好了 因为现在我的Apache死掉了 那个contact 我现在以一个联络我们的表单来说明 因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常见的需求 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表单 为什么会死掉呢 为什么会死掉呢 我会被它阴到的感觉 这个可以看 这个可以看 那个基本上以一个 以一支PHP来说 这是一个大家还蛮常看到一个 HTML的structure 外面这边有包一层DIV 那一层DIV 然后这边有个form OK 这是一个form 这是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 我们可以把它pause回我们自己的serve 自己的服务 自己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清它起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第一点 Laral它在拉旧资料的时候 它可以使用一个特殊的东西 叫做input的一个静态 那这个它的用途就是可以直接拉出来你上次存进去的input 所以换句话说你在这个地方处理的时候 你这处理模式就变得非常的单纯 我要一个tax栏位 我就下form tax 这是一个form的name 然后这是我的预设值 然后这边是array 里面放的是其他我这个input栏位会需要的其他资料 我看一下我的一个客户网站它有没有在 有没有办法连的到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直接用它来说明好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那另外一个特点是它全部的view 都会包含一个特殊的arrows变数 ERROS 换句话说基本上这MVP架构 如果是传统CEI或是任何其他frontwalk 除非你用relse 对 那在以php的立场来说的话 那你是不是经常出现一个状况 我现在有着错误讯息 那我已经我要转值 我要转回原本的页面 那我在转回原本的页面的过程中 我要把错误讯息带过去 对我就要存在session里或存在哪里 那我在view那边我还要先去下esset i-s-s-e-t 去检查这个变数有没有设定过 或检查这个变数这个资料有没有存在 我再去针对这个错误讯息去做处理 去做显示 那Laura它的预设就变成是 全部的view本身都会包含这个变数 换句话说你不用管它在或不在 你只要用它就对了 它如果有资料 那它就会把资料突出来 它如果没有它会回传false 或直接回传个空子传 换句话说像是在这个地方 我直接下arrow hasName 它就直接去判断 那我上次传过来的arrow的错误讯息 有没有Name这个input栏位的错误讯息 那如果有它就会回传true 那我就可以针对这句做任何事情 那如果没有 那我也可以做其他事情 例如像我这边就直接不加任何额外的class 那如果用像这个地方用first 就可以拉出第一个错误讯息 换句话说我在所有的view 我都可以统用这种方式处理 我完全不用做额外的 经常我们之前会写说是像这样写说 is set 然后前可能是一个叫做data 然后如果它有设定的话 我们再去把这个资料栏位印出来 我们会类似会需要到这种做法 对 然后就是等于如果这样有这个 前面这个条件如果是true的话呢 我们才会回传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边会包一个像这样子 我们传统我们的做法都是这样做 为什么要前面包is set 原因很简单 如果你不这样包phq2notice 你就会看到你的error log里面满满都是lotice 就是什么什么变数在array里面没有定义 什么什么key值在array里面是没有定义的 这个如果大家有去注意logdown 就会注意到这个error真的还蛮反的 而且每一行都这样写 你的hqnl真的很脏 那直接使用这种方式 这种直接has代表这个值有没有设定过 它会回传true or false 或者直接使用first 那它会直接回传这个值的 这个错误的第一个讯息 错误讯息 那是不是在处理上面就会省事很多 而且你每个处理方式都可以用共通的处理方式 那这个是这个部分 等我一下哦 等我一下哦 等我一下 他们往这好像没办法被收到 对 OK 那再来这个部分是属于input跟redirect 那换句话说 那我们现在要再看另外一个 跟这个习习相关的地方是 资料怎么储存进去的 资料储存进去的方式 我们现在进来这个地方 基本上这个资料它在储存上面的话呢 它的储存我们看到显示页面很单纯 就只是把一个view丢出来而已 我们先宣告一个view 然后我们把类要指定给它 那view就会生出来 这很单纯 那我们现在主要点在这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pause接收的部分 先把input栏位收进来之后 我们这边是加一些验证的规则 例如像姓名栏位 或是email栏位你需要填的 然后有什么额外的验证规则 会需要去检查等等 那message的话可以额外加上 或是额外覆盖掉原本预设的英文错误 如果我们不想要做i18n 把全部的出误信息都翻译成中文的话 你可以只这样做 然后只翻译部分的 那过了validation之后 它重点就在写下来的这一行 这一行就是larov 它为什么可以在这部分处理得非常干净的地方 我直接转纸到一个root 同时把input栏位flush 并且绑在session里面 然后同时with arrows 直接把validation传进去 那它就会直接把validation的所有错误信息 直接压进session里面 换句话说你直接转完纸之后 所有中间的处理过程 larov他都和你做完了 你只要focus在 我要这页显示什么东西 我这页显示个表单 那我处理好一个表单 那我现在要转纸 我把表单的错误信息 跟上次你填的资料放进去 那它自己就会把中间所有的过程处理掉 这部分原则上是ci 还有其他focus原则上是暂时都比不上的功能 那其他ci 或是如果要做到 要自己写library跟package 要自己包 而且你还会撞到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 是ci2版的所有session都是烂的 我相信有用过ci的人 应该可能都知道 ci2版不要用它们内建的session 它的内建session是坏的 会要嘛就是直接自己下sessionstart 所以去使用它 不然等ci3也可以 ci3的session那块是ok的 那块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在处理input的资料上面的一个 非常舒服的地方 我们只要focus在要用的地方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 接下来的部分是有关migration orm还有dbquery 这个应该可以讲一段时间 那个migration大家有在用吗 大家平常更新db的模式是什么 phpMyodemy打开来 然后去应该加几个栏位 然后存档收工 然后呢 甚至顺便把sql 或是它显示你新增的create db的sql 抠下来 然后因为你到时候要在线上是否要再做一次 然后如果没做好你发现db就烂掉了 这个相信是很多人的习惯 那phpMigration这个概念 其实不否认它是raor那边带过来的 那laro它在migration这边 它也做了很多的特性 让它非常好操作 我现在进到一个 这是一个laro 今天我今天新装的一个版本 ok 那我在里面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支comand line程式 叫做artisan 这一支你如果去查单字 它翻译叫工匠或花匠 那在意义上就是帮你做事 laro的另外一个特色 它直接跟comand line完全的合并 换个讲法 你平常在写controller或是model 写所有东西 你会去做很多东西 这没问题 那问题是如果你现在想要写一些comand drop 例如像我可能定时每隔一个礼拜 或是每隔一天我要统计 可能每天文章的发文数 浏览数等等 我要存在另外一个资料表 或我要做一些额外的统计计算等等 那势必这部分就会比较困扰 为什么 以ci为例的话 ci的做法是 我另外开一个controller或是action 去做这件事 但是 你能保证这个controller 不会被任何一般user摸到吗 你没办法 所以你只能在beforecontroller 里面压限制ip 或是限制它来源的部分 你只能这样做 那ci 那ci会有这种问题 它一样做得到 可是就是会比较困扰 那在laravel它本身artisan 是可以让你自己加task的 网络卡住了吗 artisan的部分 是可以让你自己去加task的 那个task本身就可以让你去做 原则上是任何你想做的事情都可以 而且这个地方叫做building a command 你可以自己去压command 那预设它内建的command量有这么多 就是这些都是它已经帮你做好的command 对包括像是我要去 像是它help或list一定会有嘛 migrator 这个是去跑database的migration 对 然后或者是像是我可以压catch的清理catch 或者是像是controller 我可以去建立一个空的controller给我 你就不用自己去写那些class name 写得很烦 对 它这个预设就已经帮你开好这么多功能 包括migrate 这边就有很多 大家看到这边的清单还蛮多的 那你也可以自己去一下command的class 然后把它加进去 command make一个class 那它就可以建好一个class让你去写 那它就可以接收你输进去的参数 换句话说你要做task 你可以直接在larable的环境里面做 你一样可以用model 你一样可以用view 如果你这个task是要寄email的话 你一样可以用所有你认为你需要用到你的package等等的功能 对 这个是larable的特性 那我现在假设我这边要建一个新的migration档 那我可以这样一下 那它就会建立好一个叫这样子 就是前面帮你放年月日 OK 一个建立好的一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它就会放在这个地方叫做migration database migration里面 那这个像刚刚我们建立的是在2013 等一下 是不是去做地方 哦 T1 不好意思 OK 我们这边就看到我们刚刚建了好的一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它本身就是一个可以给我 你可以直接在里面就可以写 所有你要所有这些你要去写说 我这个migration档它start起来的时候它去做什么事 比如像migration的概念就是说 既然database的结构 我们要直接用滑鼠管理 然后还要用自己脑袋记住它是有困难的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过程直接用档案记录下来呢 如果它记录下来了 那是不是这个档案就可以进到git 进到我的版本控制系统里面 那它就可以被一直被维护着 换句话如果现在我这边开一个database 我这边就可以在up里面去写 我建立database的相关的格式 那如果down的意思是代表 这个migration档我不要 我要把它rollback 要把它倒回去 那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 把资料库删掉的行为 对 那给大家看一下翻例跟做法 因为里面的code有点长 所以我想说直接看我打好的会比较快 像我这边有建立了还蛮多个不同的档案 像这个资料表本身是建一个使用者的 那旗面这些结构其实它真的 刚刚下完的指令它都会帮你建好 但你要直接抠其他程式是没有问题的 我要建一个table下shimmy 然后create 中间给一个匿名函数 laramo它的匿名函数用得非常的广 而且很多地方的参数都可以用匿名函数来放 里面传一个 它会接受一个变数叫table 那你就可以对这个table下所有你要做的事情 例如我设定它的engine是inodb 我认为它有一个autoincrement的id 对 然后或是我这边有个字串 它是email 它是使用者名称跟password等等 那这样子甚至它有一两个很特别的操控的东西 叫做timestamp跟softdelete 大家有没有经验在做需求的时候 会需要做创立时间 像文章建立时间跟最近更新时间 甚至还有没有做过像是 就是做过那个这篇文章说你下删除 它不是真正的删除 它是一个未造的删除 例如像它是一个软删除 就是它是资料库是记录 它可能在几月几号被删掉 可是其实资料并没有真正从资料库中移出来 但是前端的使用者 他会发现这个资料是被删掉 但是你实际上还是有个记录在里面 对资料表下timestamp跟softdelete 那就可以直接让这个资料表跟这个 直接就有相对应的栏位 那对应到model你下这两个函数 那它就可以直接有这两个对应到的功能 所以这部分就是整个laral的弹性 你说ci有没有migration 有 因为我用过了 但是它在弹性上面 没有laral这么的完整 它没办法直接指定我要一个资料栏位 或者是nor还是default 它在这方面就是有它的极限在 或是timestamp的栏位的那部分 它也是有困难的 对 然后那在key值的部分 laral甚至它可以做成像这样子 如果现在我要同时拉上面的两个栏位 例如像我可能经常用usernet 或是email来搜寻 那我上面是用unique 我现在要压index 要压索引 对 那我可以直接混编两个所影在一起 我可以像这样子做 就是如果你在mySQL里面 你可以同时勾多个栏位 然后一次建立它们合并在一起的所影值 这是可以的 你可以在laral做这种事情 这是没问题的 那你在这个地方 你同时也可以去加一些预设资料 换句话说 这个migration的环境 执行环境 它完全就是laral的环境 你在里面就是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那down 以这样的这边的例子 它当然就是你这个migration档如果要取消掉 那是不是就是把这个资料表删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写 draft if exist users 那这个migration档本身就是一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 网络上应该有 因为这个usertables 是larabo蛮重要的一个功能 因为预设larabo出厂 它就会能够让你补三个五行code 就把使用者验证做完 那不好意思 因为我今天电脑问题 所以live demo可能是有困扰的 果然live demo都容易出错 那sessions资料表 你可以直接call 但是其实通常我们的做法是直接叫artisan 这边会有一个叫做session table 换句话说你下完你直接下artisan 然后session table 那它就会直接给你一个migration档 里面就是那个table结构 就是session的这个table结构 你就可以直接把session的储存机制 从原本的file 可能ph内建的file 或者是你自己指定的方式 切换到database的储存模式 那database储存session有好处是 如果你的服务会同时放在多台不同主机的话 那资料库上面的session是可以共用的 这是它的好处 所以你不用担心在下low balance的时候 它现在连到A主机或是B主机 然后会不会出现A主机没有它的记录 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是不会出现的 它一样可以正常地抓到session资料里面的资料 好 然后这个部分是migration migration在这部分应该是讲的差不多 然后我现在讲下面一个重点是model Laral的model在 它也是 它的操作上面的话 我看一下 直接看文件会稍微快一点点 现场这边有人 你们在使用mvc的时候 会真的乖乖去写model吗 就是乖乖的把一个资料表它有什么栏位 然后乖乖去把model写出来吗 我知道CI写model 要把里面的栏位全部贴上去 因为我之前干过 那个资料表好像要快100个栏位 然后打到手快累死了 在Laral的model 它的model预设是不需要key任何资料栏位的 因为它不用 不用的原因是 你用什么样的栏位去存取那个资料栏位 它就用那个栏位去用 所以你当然这个多少会限制一点点 你在使用mvc的时候看栏位的弹性 栏位名称的弹性 例如像是你建议都用小写英文加底线 因为这样比较保险 但是好处是你直接压什么样的变数去操作它 你直接用什么样的private的私人变数 我说的私人变数只是像这样子 假如这user是个model 我里面有个usernet 我就是像这样子 那等于是这个usernet 它直接就对应到你资料表里面的栏位了 换句话说你在宣告一个model 真的就是这样一行就好 不用怀疑就是这样一行 一行你的model就建好了 你把migration档建好 你就换句话说 你所有资料档文就只要打一次 那一次就在migration档打好 打好model开好 就这样两行你已经可以用了 你可以用全部所有model能用的东西 对 那如果你资料表名称 不是直接user变小写 那你可以直接另外给个table变数 给一个叫做 给一个protected table变数 myuser 或是任何其他你自己另外取的名字 对 那如果 那这样子真的model就解决了 老实说实话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页的时候 我还分得蛮惊讶的 因为它真的解决了蛮多 比如说传统orm orm要在处理这方面问题的 预先建立的问题 对 那你user你可以下冒号冒号all 直接拉全部的user 你可以直接下find加id 就可以直接找到某一个特殊的user 特定的user 你可以叫做 它这个 嗯 它们的文件写得很完整 那我不会全部说下去 对 但是 你拉出来的 就会是你要的model 那我这边今天主要特别讲一个是 一般人比较不会遇到的东西 这个东西 其他程式会做上面的话 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 如果现在同时有 像是关于我们的介绍 然后我同时有最新消息 我同时可能会有一边的普通文章 你会想说这些其实都是文章类型 如果我们开资料表 其实你就会发现它都只是资料表名称不同 可是栏位可能都一样 一个标题 一个内容 然后一个可能最新发布时间等等 就这几个栏位 因为你也不用多的 因为对客户来讲 它也不会知道你怎么存 那你就会发现 你要把资料表扣好几份 那有没有办法 我可以资料全部同时都放在同一个资料表里面 那个 就是等于是在我在处理上面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更精简 有 有 等一下 嗯 这支程式好像真的是烂掉的 建立一个 他们预设的 我的ORM是叫做这支Eloquent 这一支程式 那我把它extend 因为Larable它有装那个composer的关系 所以你完全不用care 我这档案要include谁 你就把档案丢进去就对了 丢到它会读得到的地方 例如像model 就丢到model 这叫夹 然后controller 就丢到controller 或者知道夹等等 对 那我在里面做了什么事 我在里面对它的 它可以 我在里面对它的一个特殊的栏位值 去标记 这个model是属于哪个class 换个讲法 我直接给看实际的例子 就是 我这边有一个 我看一下Pause Pause本身是一个文章 Pause本身是一个文章 Pause本身是一个文章系统 它很单纯 它就拿来塞文章 那它呢 会 它资料表是Pause 那它会有一个特殊栏位叫做className 这className就可以让很多个其他不同model 去共用这个资料表 那这个资料表在储存的时候 它同时 像是如果你是about的资料 about的model 在存资料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它 会自动的把刚刚的这个className的栏位 自动填入about 换句话说 资料被取出来的时候 它自己就会知道 哦 你这个的原本建立者 是用about的这个model 去建它的 所以我Pause 在抽东西出来的时候 我会把它自动转换成 about再丢给你 就等于是一个更抽象的方式去存资料 但是你又不用在资料表类型上面 做太多的重复性质 比较好的现在 如果大家有去研究过WordPress或者是Drupal的Source 你会发现WordPress有PauseType PauseType也是同样的概念 它同时在一个WPause这个table里面 同时存了不下很多很多种 从Pause 从Pause 从Page 从Link 然后甚至到一些进阶的Media 像你上传的图片 在WordPress里面 它也都存到同一个资料表去 那Drupal也是同样的概念 它有Node 有Entity 那这边是做出一个同样概念的东西 我可以直接使用一份资料表 Pause资料表 然后就可以同时储存多个不同资料 但是是多个不同的资料性质 应该说多个不同资料表现方式 但是实际上背后都是同样的东西 这是Model上面的一个还不错的功能 因为直接简单复写掉其中四个Function 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好 然后DB Query 这部分我看一下有没有特别会 我这边的经验上面会比较要注意的部分 有 注意都想起来了 刚刚的timestamp在这边 我Table这边如果下一个publictimestamp等于true 那它在储存的时候自动就会更新到对应的create和update 这两个栏位 那如果你在这边有下一个参数 刚刚我们有下一个叫softdelete 那你一样在定义的时候写softdelete等于true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所有软删除的功能 我可以softdelete 就可以直接把一个文章暂时设定它是被删掉的 或是我可以在搜寻的时候直接用withtrash的 或是onlytrash的 来限制我是不是只要拉垃圾桶的资料 或是我拉的资料还要包含垃圾桶的资料等等 我这边就有很多额外的事情可以做 然后也甚至可以直接用一个restore 直接就回复一个资料 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常用的功能 但是在loravel上面你完全不用care 这个常用功能要怎么做出来 你就用就可以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loravel它在一般mvc 其实最肥的最后都是model view那不算 view那个是显示页面的美工人员的辛苦 但是以程式上来讲最麻烦就是在model这部分 它帮你们或是帮我们也都省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大概是以model这部分来讲是这样子 看一下哦 然后route跟controller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不用讲很久 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如果有用过loravel的人 你们应该会知道我在说的东西 那我现在这部分主要是 让还没有接触过的人可以稍微知道 等我一下哦 把这个都放进去 loravel它在定义一个route 你可以直接定义说我这是一个什么route 我斜线后面是什么 那我可以给它取个名字 取名字的好处是 如果你的route前面很复杂 例如像你没有带变数等等 那我可以这样用名字的方式来取得这个route 我不用用很复杂的url等等去组合 你不用在view里面去组合一个url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方式去给它参数 它帮你伸出url 那重点是在我可以不要用controller 传统mvc说明了我的操作逻辑 资料存在model 我的view是处理显示的资料 那我的controller是处理我在这个require进来要做什么事 但如果这个require进来就只要显示一个view 那我还要特别去开一个controller 就会显得很累赘 所以loravel它允许你直接在第二个参数给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就是在性质上面跟controller是做同样的事情 完全一样的事情 你这边可以去操作model 你这边可以去组合view 你这边可以去发email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那把资料 把这部分的操作逻辑 拆取controller的好处 当然是可以更有效的模组化 但是对于一些页面数量不多的客户专案 或者是一些普通静态页面的话 其实这样处理就好了 我们直接一个匿名function 直接把那个view丢出来 这样就解决了 这样就没事了 对 所以这部分大概是 这部分是一个小地方 但是一开始会让人比较怀疑 質疑的地方是它的root怎么写法 跟其他写法不太一样 然后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叫做viewcomposer 还有两分钟啊 我要讲快一点 viewcomposer 你们有没有遇过 有些地方要拉子view 或者是说一个资料清单 像是我的文章列表 我现在是文章内页 但我旁边有一个小区块 那个区块是要显示文章列表的 那你是不是就很烦 因为你在用码就是选项1 你在controller的时候 就把文章列表抓出来 不然你就要在view里面去下query 那通常会更脏 会不喜欢 对 因为那样子的code 是非常难维护的 那composer概念上 就是处理掉这个状况 我可以直接定义一个composer 这个composer 这边直接给view的name view的名字 就跟他讲说 这个view如果要在处理显示的时候 你自动帮我执行后面这个function 换句话说 我可以直接指定这个view 如果他是sidebar 那我直接定义好一个composer 那这个view 这个sidebar 只要被任何一个页面 引用到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去发现 要去呼叫这个composer 然后把那个sidebar 要的资料自己去处理完 你看这边下model 下搜寻 下任何去fetch任何资料 他是比较干净的 也比较容易被维护的 因为你也不用在每一个有用到sidebar的页面 都去在controller都要去压 拉一次资料 你也不用在view里面去做这种事情 因为view里面做query 一直都是我们尽量避免的事情 对 那这个部分是viewcomposer 那我是觉得他 当然 ROR他们是用paralyzer跟cell去解决掉这个状况 那composer 用composer 他们用另外一种模式去处理 我觉得也处理得很漂亮 等于是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定义一个viewcomposer 对 那我就可以做完这件事 像是我这个地方 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加 像之前我这边会加一个composer 资料夹 对 对 然后所有composer 就会放到里面去 加一个s OK 然后我在上面这一层 有一个composer.json 那我就可以在里面这个地方 我要再入class的地方 我同时再多写一个 那我是不是 那我就可以 那里面写的composer 就被再入进去了 这个composer.json的细节 下一讲应该会 可能应该会提到这部分的状况 对 好 好 那接下来应该是差不多了 对 其他有关的一些东西包含了 Laravel本身有完整的package系统 它的package不是ci那个烂掉的package 我只想形容它 虽然这样真的有点冒犯 但是它的package 你不能在里面开绕扯 你不能在里面放东西 你只能在里面放library跟helper 那概念上跟你放到你自己的专家里面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Laravel它的package是真的完整的package 完整的package 是可以让你直接在里面放所有你想放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它自己就是个package 它自己就是以它们是package的立场 把它们扣的放进去 对 然后event event的系统 你可以在里面做到所有event相关的事情 第五项是我要在event 去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做什么事 发生像使用者登入的时候 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做额外的处理 或者是我要去发个email等等 那这个一样你可以写在开格清的资料夹 加进composter 或是你可以直接写进去既有的档案 这是都up to you 这是都可以的 那寄信 寄信也是它包装的很完整的一个功能 所以以后就不要再用phtmail了 我是觉得它真的太肥又不好用 对 这个部分我们这个版本是用switch 那它还包括了直接插内建email插档案 内建email档案或者是插附件的功能 对 然后这个细节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包含catch跟station 我刚刚其实多少都有提到 这个phtconf的简报档案 我是以ccbysa3.0分享出来的 对那网址刚刚qrcode有少的话应该就知道了 对 好那谢谢大家 因为时间的关系QA的话 请那个 就是 请私下再跟我们poca 不好意思 再跟我们poca请教 接下来是休息时间 不好意思 接下来是休息时间 然后 外面已经摆好下午茶了 就是 就是可能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可能已经有点少了 大家 大家可以赶快到外面去享用 下一个议程将会在三点半开始 二点 我可以试试 第二次 好